盆山作为天赋新区纹理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汇聚了优质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 近几年的发展势不可挡 从大力发展基建设施便可知道 盆山将形成以水、路、空、轨、纵横交错的便捷交通网络 承载盆山人通江、达海、百连航运梦的明江 兼智商航电站工程已经开始施工 预计在2022年竣工 建成后可以从成都九眼桥登船 夜游景江、泛州府河、途经黄龙溪等地 直达盆山明江 成为盆山最亮丽的风景线 一路观赏沿江两岸的秀丽风光 感受水上之路的浪漫与惬意 再乘船到洛杉大博、欧美山等旅游圣里 最后到达上海建成后 明江水位将提升6至8米 将在线江口盛景 到时候将打通梅山成都到上海的黄金水路 促进盆山进一步融入成都 对接沿海 实现区位优势和价值飞跃时的提升 目前路道拥有三重三横的便捷驱从交通网络 三重分别是建南大岛 省道103承诺高速 三横分别是环天赋新区快速路 第二扰城高速 第三扰城高速 目前在建的建南大道南沿线工程 将在连底实现道路整体通车 以后从成都过来沿建南大道南下 20来分钟就可到达盆山 盆山地处双流国际机场 与简阳天赋国际机场中心位置 均可半小时车程到达机场 在高铁方面 陈棉诺高铁途经盆山高铁站 到成都南站仅20多分钟 到成都双流机场只需要18分钟左右 到眉山诺山市区都非常便捷 以后陈棉诺高铁陈梅段 将实现公教化运营 成都上班盆山居住 两地往返更加方便快捷 规划中的S13号线陈志列车 将与地铁5号线永安站无缝链接 缩短了盆山与成都的距离 盆山城区内 滨江大岛 富明大岛 盆柱大岛 贯穿全程 交通出行非常方便 滨江大岛为双向六侧岛 沿途街为眉山打造的樱花大岛 绷锦绣景色一人 每年3月份会举办樱花节 很多游客会到此拍照游玩 从滨江大岛开车1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 人物环境更是从都的后花园